中療乡清水村清水段545地号上的农路 迄今仍是泥土路面 缺乏排水及封层 县长林明曾接获陈情之后 前往实地会堪 同意筹措经费 将择油公务处将这段农路铺设水泥 来解决民众行的安全 中療乡清水村清水段545地号上的农路 虽然长度仅150公尺 却是衔接清水村和龙峰坡布 两条产业道路重要的捷径与替代道路 由于缺乏排水沟 加上是泥土路 常年泥泥难行 县长林明曾表示 为了解决民众行的安全 将筹措50多万来改善这段农路 中療乡清水村是签订三级道路 所以说都没有红棧 落大红 整条路 整条都土木 所以我们落大红要进出 真不方便 所以我们的毛红真理尾 就来给我们官政府欢迎 丁城 今天来会购买 这就有需要做 我们就决定要进来做好 让我们这些農产稳输 可以更安全更方便 我们这些水果 落面更空好 这就没有给我们海池 所以这些车的养物购买 很快就会刷备 发包 这些工程会超过50几万 所以我们也要把这些8.5岁做好 清水村村长 卓金栋 以及民众表示 由于这段农路 事关他们的运输及通行安全 感谢林县长关心 并解决民众的问题 县长非常关心的 就是我们赶紧 往天空步道的旋载的道路 因为那条路路边 已经都没有在空 那也很久 那些车安全也比较危险 非常感谢我们的县长 非常关心我们清水村的载的道路 谢谢 那条路大家也在走 这路也没说十分走 对啦 真危险 这些路是想通通 这些路还没有发动 这些路还没有发动 那些路还没有发动 那些路还没有发动 这些路也不知道 那些路还没有发动 我想说 不过本市 这些路还没有发动 就是这条路 现在要跟他们做 这些路还没有发动 谢谢 这些路还没有发动 我们这些路还没有发动 这些路还没有发动 好 好 谢谢 谢谢 另外县府表示 民众的小事就是县府的大事 只要是民众的问题 幸互拮据也会筹出经费尽速解决 工程将由公务处发包铺设水泥路 记者 常幸福 终料箱采访报导